三个戏剧全吃飞轮 黑将 黑将生 阵容想一想 机械 祭司 拉拉队员 哭泣小丑 这阵容怎么打呀 这阵容好脆呀 这阵容除非就是黑将自己抓不到人 但是他的破轮呢 除了之前势力上面 对吧 稍微的找人 有点找不到之外 好像其他的各方面操作都很强 夹子很准的 这个打完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写求生者真剩的剧本了 甚至这个时间点 他通缉到祭司 因为祭司就在旁边 连平的可能性都很少了 就现在他往外稍微去占一点点便宜 就是一个迎面 护脚手开火箭来 砰 调整调整调整 躲掉夹子减速压上 打一刀人就下来 拉拉队员的话这边是带了一个薄命的 没有飞轮 应该是比较难去逼出 这边的闪现吧 拉拉队员如果能逼出闪现就可以 但是逼出闪现不够 现在核心问题是他们不够 他们机子不够 救人救不了 打团打不了 没有 现在这套阵容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一无是处 打不了啊 真的啊 就站在上帝视角 你看这套阵容 你就觉得 哎呦 这怎么打呀 机械师又被通缉 回头过来找到祭司 而且关键这边 黑匠他还不贪 他还不贪 你知道吧 也贪一点 说不定还有点机会 他不贪 死死的守住这个拉拉队员 我只能说 小兄弟你是能成大事的 哎火箭 哇这颗导弹飘的有点有点吓人的 反手这边任意抓一个人都可以 因为这边的三个人没有一个能溜的动 现在二阶破轮的 细血飞轮躲 哎你在 人家有飞轮的呀 你稳一点呀 这个细血 这个细血的话导致什么呢 导致他这边击倒这个祭司的时间点还在慢一点 但没关系啊 没关系 核心问题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密码机 这密码机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一个悲观下来 这密码机宣布完了 所以说这阵容我就上来给大家讲了 就有的时候大家要相信我的专业性 就是在阵容层面上面来讲 对吧 阵容他不会出现毒奶的呀 有些阵容他就是你打一辈子都打不过的 就像这套阵容 特别在这张地图 你换张地图吗 可能还行一点 这把的话黑匠飞轮都没有去防啊 要不要把人捞了 那捞吧 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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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他想的是 我看到机宣室有双弹 你应该没飞轮吧 一个飞轮 我看到那个酷鸡小丑这边救人 应该没飞轮吧 一个飞轮 这把操作层面上面来讲打的还是非常亮眼的 就可以看到这个破轮在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给到球者一点点机会的 除了戏谑 除了戏谑 但这戏谑嘛 我估计他 他有过自己的判断 毕竟这个机械师和这个酷鸡小丑的飞轮 确实你 想象当中他不一定带 又一个飞轮 哎呦 大哥 你这戏谑 已经被吃了四个 四个戏谑 遇到四个飞轮 鸡血尸 这中间打了有点久了你别说穷者这密码机差呆这么多了 但他们这边的状态也好他们的那个道具也好都没有了一个悲观把这挂上以后去找这边酷鸡小丑 能亮吗 好像可以 但他没有大心脏 又躲了个戏谑 五个 哦不对 这个好像这个没有戏谑 这个没有戏谑 这刚刚戏谑在CD 球者这属于坚韧不拔了呀 现在机械师的飞轮好了 机械师的飞轮好了 来来来你戏谑 我想看第五个 祭司没有 祭司没有飞轮 一个悲观 机械师 机械师过去要把机子强量的话好像还能打一轮 哦对这边没有大心脏 来飞轮躲悲观 这 好 6 4 1 2 4 2 1 6 7